大家好,这里是大舌头解说,我是段小宇,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世界爆发美少女病毒,男人被感染也会变成美少女的电影《美少女危机》 芝药集团发明了一种可以让女性变美的特效药 药物能重组大脑的神经,从基因上改变女人的颜值 药物一经发售就被抢购一空,整个世界再无仇女,可是好情不长 在药物面试两年后,用过的女性开始过敏 她们变得情绪不稳定,还会失去痛觉 而且这种病毒还有极强的感染性 只要被感染者轻到,立马就会被感染 而且男人感染这种病毒后就会变成女人 我们的男主乔科是一名理科大学生 这天放学还没到家就发现的不正常 他和铁柱一起小心翼翼的上楼 发现家里被绑着一个美女 爸爸在一旁拿着刀来回踱步 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美女是乔科的哥哥 因为被感染者轻到,短时间内就变成了女人 嘴里还不断地喊着要亲亲 爸爸为了其他人的安全,不得已把她绑了起来 乔科认为,病毒只会改变人的外貌 生理结构一定不会改变 说着就要上手检验一番 爸爸急忙制止了她,说她已经验过了 乔科在心里想,你这个招到头子坏得很 突然爸爸感到头晕目眩 虚弱地倒在了沙发上 原来爸爸在制止哥哥的时候 不小心被哥哥倾到了手臂 现在自己也要变异了 他马上要乔科和铁柱离开 一段尴尬的感情戏后 乔科和铁柱跑到了街上 此时满大街都是一片混乱 女孩子见到男人就往上扑 很多男性已经变成了便宜的感染者 女性主导着世界 他们疯狂地追逐着男人 男人们虽然心中狂喜 但也不敢停下 乔科和铁柱躲在一出石墩下 此时,世面都被感染者包围 连着这里动都不敢动 为了好朋友能够活命 还没谈过恋爱的铁柱 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 把感染者吸引到一边 既是为了救朋友 更是想体验一把被女孩触拥的感觉 在铁柱的牺牲下 乔科慌忙逃到一个服装店里 这里暂时安全 从此乔科就生活在这里 他每天把自己打扮成女人 走在街上的时候 不容易被感染者发现 就这样昏昏恶恶地住了一年 这天他回到家 刚脱下这张假发 一名感染者就走了进来 他扑到了乔科 刚要下嘴亲他 一男一女及时出现救下了他 男的叫李威 女的叫小琪 李威向乔科介绍 说小琪身上也有病毒 但他自身有抗体 并没有变异 李威这次的任务 就是把小琪送到一个叫塔的地方 那里是幸存者的聚集地 还有很多医学博士 在研究病毒的抗体 他希望把小琪带过去 看看博士能不能在他身上 找到解决病毒的方法 但是从这里到塔 路途遥远 一路上肯定有很多妖魔鬼怪 光靠走路肯定不现实 李威希望乔科能帮忙提供一辆车 交换条件就是把他送到最近的安全区 那里人口多 物质丰富 乔科想了想 觉得靠谱 于是把自己的汽车贡献了出来 三人驾着车一路向安全区进发 全然没注意到车后有人跟踪 三人很快到达了安全区 一路上一个感染者也没碰到 李威让乔科两人先坐回 自己去找调查兵团的兄弟 看怎么互送小琪过去 所谓的调查兵团 就是一些长得好看 且有能力的男人化妆成女人 瞒过感染者的眼睛 在危险中完成举物质等重要的任务 但因为一路太危险 那些好看的兄弟都牺牲了 如今就剩下这几个歪瓜猎爪 他们现在有李威指挥 先去镇上的仓库去点物质 然后一起护送小琪到他 送走了李威一行人 刚要转身进去的乔科 发现不远处一个身影 原来就是刚刚跟踪了神秘人 他正在向脑大报告李威的行踪 这一切都被乔科看到了 他趁其不备打晕的神秘人 这边李威一行人已经到达了仓库 正在往车上搬着物质 突然对讲机传来 负责侦查的兄弟的声音 说有一群强盗 正骑着共享贪车赶来 李威意识到危险 急忙让兄弟们先躲起来 让小琪就躲在车上 强盗很快到达了仓库 老大知道李威等人就在附近 让手下就是绝地三职 也要把人找出来 剩下的人去搬车上的物质 这时发现货柜门被锁住了 老大知道里面一定有人 让手下拿着斧头就准备闸门 在这关键时刻乔科出现 他骑着小电动 在万军虫中救着了小琪 李威等人也不再怂 纷纷站出来和强盗们开始战斗 一阵尴尬的对决后 本来就人少的调查兵团 很快就招架不住 纷纷拧地喝饭 最后只剩李威 乔科和小琪三人 结果还被老大给抓住了 老大一年没有见过正常的女性呢 见到小琪后两眼放绿光 陷入重温的几人 马上开始默契配合 乔科吸引老大的注意 小琪趁其摘下口罩 一口气在了老大的手臂上 看到这荧幕的小弟们都不敢上前 老大绝望地瘫住在地上 乔科三人终于躲过这时危机 他们再次来到仓库这边 李威至高奋勇前去把车开过来 让乔科两人远远地等着 可一年等了好久 也没见李威过来 担心的两人决定前往看看 当他们来到货车旁 发现李威正解决了几个感染者 在那喘着出气 接到乔科过来 他让乔科开车 几人急忙逃离到这里 乔科也在这时候 感觉到身上的弹子越来越重 为了全人类 他下定决心 要帮助李威护送小琪前往塔 突然李威说要下车 两人一脸茫然 原来李威刚刚在跟感染者打斗中 被亲到了 他不能年累两人 你走前嘱咐乔科 一定要安全把小琪护送到 然后毅然决然地下了车 只留下一个为安的背影 两人忍着悲痛继续上路 渴了就喝点水 累了就在车上睡会 找到安全的地方就下来聊聊天 说说情话 渐渐地 乔科已经爱上了小琪 而小琪也似乎爱上了他 原这个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 经过长途跋涉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两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可这里破烂不堪 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 乔科认为 塔可能已经被感染者攻陷了 小琪不敢相信这个设定 吃了两人绝望的时候 一群感染者杀了出来 突然身后响起了枪声 感染者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原来塔并没有北宫线 真正的塔就是这破烂不堪的样子 解决完感染者 两人终于见到了塔里面的领导者 萧成 得知两人的来意后 他带着两人来到了塔里面 战路上 乔科见到了用感染者的遗体制作了路牌 这种不尊重私的做法 让他心里很不适知味 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个地方的安全性 和这群所谓要拯救世界的人 萧成带着两人来到了仓库里面 迎面而来的正是医生 他们直接抽了小琪的一管血 要交给博士去研究 随后 萧成安排两人休息 可乔科睡不着 他一直想着路标的事 带着心中的疑问 他找到萧成聊天 让他带着自己逛一圈 萧成带着乔科来的第一站就是实验室 医生们正在紧张忙碌着 在这里 乔科发现了几个被困绑的被感染者 当即吓了一跳 萧成解释这是研究要用到的 乔科想要进入林医间房的时候 被萧成拦住 他说这里是禁区 里面关押着更多感染者攻击性极强 说完又带他去到最后一个地方 这里全是刚出生的婴孩 萧成说 这是上次从强盗手中解救出来的 可能是地球上最后一批婴儿 乔科看着这些可爱的婴儿 似乎看到了希望 晚饭时间很快来到 大家为两人准备了隆重的见面会 饭前 大家照例为实际的兄弟祈祷 只有博士一人喝着闷酒 祷告完毕 一名医生惊喜地跑过来 说小气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他体内的抗体成分非常高 大家欢呼一片 人类似乎有了希望 这时喝了点酒 还有点人心的博士突然发露 他当众坦白了真相 说小气体内的抗体 并不在血液里 而是在脑水中 想要研制出解药 就必须抽取小气的脑水 不出两个月 小气就会死掉 壮汉急忙一棍子打晕了他 乔科也意识到了危险 拿着小气就开始逃跑 萧成的手下很快追了上去 乔科和小气逃到了试验室里 他想起萧成说过 房间里都是被感染者 就想拉着小气暂时躲进去 结果进去才发现 里面关押的都是正常女孩 就这两人惊讶的时候 突然眼前一黑 两人被打晕了过去 等乔科暂时醒来时 萧成这才说了实话 原来这些女孩都是被萧成抓来的 他们跟萧成一样 体内都有病毒的抗体 但是一个人的脑水远远不够 而且他们在被提取几次之后 就会死亡 所以需要更多的抗体女孩的加入 他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免疫女孩 终究会研制出治愈病毒的药物 并且房间里的婴儿 并不是他们救回来的 那是免疫女孩和自己的士兵所生 因为他们剩下的孩子也带有抗体 等孩子长大后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脑水供他们研究 说完后 萧成开始了洗脑工作 他把这件事扩大到了全人类的繁衍 想要拉乔科入伙 乔科为了救出小气 假装答应了他 几天后到了提取抗体的时间 士兵给每个女孩发了一套崭新的衣服 被仪式满满地带到了手术间 手术之前 士兵们又开始尴尬地祷告 趁这个机会 乔科跑了出去 悄悄放出了被捆绑的感染者 感染者就像脱疆的野狗一样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一时间 整个实验室里乱着一团 很多士兵被病毒感染 这边 小气也看准时机 晒下口罩开始反击 其他姐妹也开始效仿 不一会的功夫 医生也都被他们感染 乔科化妆成女人 混在感染者当中 成功骗过了萧成的眼睛 他和小气会合 带着姐妹们一起来到婴儿房 乔科让大家一人抱一个孩子先出去 自己去拿个包包就来会合 可就在乔科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被萧成给拦住了 他恨到了这个破坏自己计划的人 上来就直接开干 两人打斗在一起 乔科明显处于下风 被萧成按在身下 关键时刻小气赶来 救下了乔科 可自己却被萧成捅了一刀 看着受伤的小气 乔科小宇宙爆发 上去就反杀了萧成 看着奄奄一些的小气 乔科万念俱灰 最爱的人都将离去 自己独活也没有任何意义 最后他选择和小气在一起 然后引爆了隔离区 和里面的士兵同归于尽 看这部电影之前 我特意看了下网上的评论 铺天盖地的全是差评 但里面还夹杂着几个好评 一番斟酌后 我还是看完了它 感觉题材很新颖 脑洞大开 就是有些剧情很是尴尬 但这也是网大的通病 总体来说还是值得一看的 毕竟这是教授的作品 从上学开始就喜欢看它的视频 还是要支持一下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愿望大舌头